一位居士念佛往生极乐的感应 我叫卢济英,法名佛琴 广西贺州市中山县青唐镇人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哥哥往生极乐世界 并常常回来看我们的真实事迹 我哥哥叫卢济云,和父母住在广西贺州市中山县青唐镇南村 生前未闻佛法,也未曾念佛 于2011年10月6日农历9月初十往生,享年52岁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还有一个弟弟 家里三兄妹,就我一个是女孩 因此,爸爸妈妈格外地疼爱我,尤其是哥哥 从小到大,什么事都让着我,护着我 我觉得自己是家里最幸福的人 去年,2011年10月6日 当时,父亲正在住院 约中午一点半,我打电话给哥哥 他还嘱咐我去青唐医院看望爸爸 他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就不去医院了 下午,我去医院看望爸爸 回到县城,还不到半个小时 就接到伯伯的儿子打来电话说 姐姐,不好了,家里出大事了 大哥,去世了 当下,我真的无法相信 这个是事实 当天,哥哥被送往医院 就在父亲的面前停止了呼吸 那一刻,白发人送黑发人 情景是多么凄惨 我实在无法相信 这么好的大哥就这样永远离我们而去了 第二天早上 我急忙搭车到青唐医院去安慰八十多岁的老父亲 再回家看望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然后和家里的叔伯兄弟们一起料理哥哥的后事 晚上回到家 满脑子都是父母流泪的双眼 因为哥哥是一个对父母百依百顺的好儿子 四代同堂的一个欢乐家庭 突然,儿子就没了 一家老老小小的心情 是多么沉重啊 自从哥哥去世后 本来和乐幸福的家 就失去了往日的欢笑 哥哥去世后 我一直在想 有什么办法能让哥哥幸福 也能让父母宽心 不再悲伤 我知道 丈夫的一位侄儿 有信佛 念佛 今年四月份 也在红院寺梵衣 反名佛红 在哥哥往生后的第三天 我就去问他 要怎样 要怎样才能让去世的哥哥幸福 他告诉我 可以在家立一个哥哥的牌位 每天念一注相佛 回向给哥哥 祈求阿弥陀佛 救度你哥 广生西方极乐世界 出离轮回 为了让哥哥过上好日子 我和丈夫 从当天开始 每天早晚各一注相 念佛 回向给哥哥 并且 这样才能表达内心的成绩 也因为念得非常恳切 所以 心中杂念比较少 念佛第一天 我看到西方一片红红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直二说 好事 让我继续念 念佛七天以后 我看见了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势至菩萨 哥哥 则跟在他们后面 一直对我笑 我就看啊看 看得好舒服 看得傻傻的 都忘记拿相机拍下来 而且 室内还弥漫着一股 非常奇异的香气 闻起来非常舒服 从那以后 我的信心 更足了 又有一天 我看到哥哥 在莲花上 打坐念佛 穿着金色衣服 非常庄严漂亮 看得我 都入迷了 后来 我跟我丈夫的侄儿 说起这件事 他也很高兴 他说 叔娘 您哥 去了极乐世界 您 就是佛的家属了 有了这些喜事 我就回娘家 告诉父母亲 不过 他们 还是 半信半疑 回家后 我继续念佛 念到第47天时 在楼上 看西方的时候 看见哥哥 站在一朵大莲花上 开心地向我笑 我就叫我丈夫上来看 但是 她 却看不见 过了49天以后 我就叫母亲 也念佛 一开始 她老人家 不会念 南摩阿弥陀佛 六个字 我就 一个字 一个字地 教她念 拿 摩 阿 弥 佛 佛 教了几遍 妈妈 终于会念了 从那以后 妈妈 也开始 天天念佛了 有一次 我在烧香 拜佛的时候 看到哥哥 就跟哥哥说 哥哥 您 能不能经常 回家 去看看父母啊 过了几天 我打电话 给妈妈 妈妈说 看见他心爱的 儿子了 我妈 第一次 看见我哥 是在农历 11月17日的 早上 五点多钟 看到卧室里 有人影在动 就撩起 蚊帐 发现 是哥哥 穿着 白色衣服 特别漂亮 可是 只能 看见 身子 看不见头 我妈 跟我爸爸说 儿子回来了 可是 我爸爸 却看不到 哥哥 踩着莲花 在卧室里 转了六圈 就走了 第二次看到 是农历的 11月27日 这次 穿的是黄色衣服 看起来 二十多岁 跟哥哥年轻的时候 一模一样 第三次 是农历 12月初期 穿的蓝色衣服 第四次 是农历 12月17日 是穿黄色衣服 回来的 而且 我妈说 从这次开始 我哥的头发 就盘起来了 我拿佛像 给我妈看 妈妈指着佛像 说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头发 我妈眼睛不大好使 可是 每次哥哥回来 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说 我哥每次 都穿得特别漂亮 从那以后 每个月初期 十期 二十期 哥哥都会采着莲花 回来看爸爸妈妈 和我们 每次 都是早上五点多 妈妈每次 都会高兴地说 哎呀 南无阿弥陀佛 你又回来看我了 哥哥就一直微笑 站在莲花上 转了六圈 就走了 每次走 妈妈都会用普通话说 南无阿弥陀佛 你要走吧 哥哥就笑眯眯地走了 妈妈经常开心地说 哎呀 你哥哥每次回来看我 都穿得那么漂亮 妈妈以前身体不好 现在什么病都没有了 天天非常开心 我每次 有什么事 都会跟哥哥讲 每次讲完 哥哥都会 来给我捏手 捏脚 来给我按摩 非常舒服 上次 上次我到洪院寺 就跟哥哥讲 哥哥 我来洪院寺 饭衣了 我的法名 叫佛琴 明天 我就要回家了 哥哥就捏捏我的脚 好舒服 即使 我没有跟哥哥讲话 哥哥 也会时常回来 当我觉得有人按摩 看不到 我可言了 今年六月份的一天 我在念佛的时候 去了极乐世界 那时候 我突然感觉到 非常的舒服 看到一片金色 一排一排的人 在念佛 我就对哥哥说 你们这里真好 我也想留在这里 哥哥对我说 妹妹 你要先回去 缩脖世界 家里还有八十多岁的父母 他们还需要你的照顾 你回去吧 我说 那好吧 就发现 自己回来了 可能是 妈妈 和我与哥哥的缘分 特别的深 哥哥往生后 只有妈妈 和我能够看得到他 而其他人 都没有见到过 虽然 他们没有见到 可是因为 我和妈妈 都经常见到 一家人 也都受了度化 现在 一家老老小小 都信受 弥陀救度 愿生弥陀净土 而专一念佛了 我们深信 阿弥陀佛 四十八 殊胜大义 十方众生 念佛 必得往生